另外更多的相關情況 我們也要再次連線到 本台著紐約記者陳英謙 來瞭解一下 英謙你好 陳子你好 美國大選初選 超級星期二登場 那今年共和黨是特朗普獨大 而民主黨方面 則是出現了三強敖戰的局面 初選結果什麼時候會出爐 另外您對這一次的初選 有什麼樣的觀察呢 是的 可以說超級星期二 是美國大選當中 馬拉松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麼今天共有14個州 都會同時進行投票 大選的結果 這個初選的結果 大致會在今晚的8點到12點 開始逐步的公布 那麼這一次我們看到 已經形成 民主黨內是形成了一個 三足鼎立的一個狀態 桑德斯 布隆伯格 以及拜登 都是呼聲比較高的選手 共和黨內可以說是一指獨秀 那麼特朗普 幾乎沒有人可以出席分毛 所以說主要的看點 還是在民主黨內部 首先我們來看 桑德斯在全美的民調當中 90%的州份 他都處於一個領跑的位置 除此之外 在之前的四個大選初選的前哨戰當中 桑德斯是在兩個州份都獲得了第一 在兩個州份獲得了第二 可以說是一路的高歌猛進 勢頭是非常的好 那麼桑德斯另外還有注意的一點是 在這次14個州的選舉當中 他有三個州都是位於新英格蘭地區 而桑德斯此前呢就是新英格蘭地區的參議員 所以說新英格蘭地區的這三個州份 好的 感謝英謙我們帶來了一個最新介紹